20万人看了我的视频 才知道华莱士和瑞幸 原来都是从福建本土走出去的 那这期内容呢 你可要把下方服好了 这4个让全国人都很上头的品牌 一样来自福建 塔斯汀汉堡 要说华莱士是靠价格 才和肯德基麦当劳有一拼之力的话 那么塔斯汀他凭什么出圈呢 短短3年的时间 疯狂扩张3000家 门店的数量 一跃超过了汉堡王 还登上了抖音本地团购榜的销量冠军 成功的秘诀 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汉堡的道路 汉堡皮不是面包皮哦 而是现杆现烤 类似烧饼的面皮 又香又有嚼劲 汉堡的夹料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辣椒炒肉 鱼香肉丝 火爆辣子鸡 这都是现炒的中式硬菜啊 吃的人有一种分不清 我到底是在吃肉夹馍 还是在吃汉堡的梦幻感觉 中靴高 你有吃过66块钱一根的雪糕刺客吗 有一个福建人 用16个月的时间创立了新品牌 营收上亿元 创造出雪糕界的中国奇迹 他就是林胜的中雪糕 2018年 哈根达斯 DQ 陆雪 等等的国外品牌 牢牢占据着中国雪糕的高端市场 林胜就想了 为什么我不能做出一款中国人自己的高端品牌呢 于是他直接根据中国雪糕的谐音 从百家姓里面挑出了三个常见的姓氏 中 靴 高 为自己的产品命名 外观采用的是中式瓦片型的设计 据说连这个形状都有专利哦 于是中靴高凭着国风 江老字号让国潮雪糕终于在高端市场有了他的一席之地 中麻婆 一个福建人 开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四川菜馆 甚至走出国门 还参加了世界遗产文化博览会 这到底是什么体验 周洪霞成功的秘诀 就是做有温度的品牌 再忙也要和家人一起吃个饭 一句广告语啊 马上就拉进了顾客的心 两块钱的麻婆豆腐 十年不涨价 下单十五分钟 菜没有上齐 直接免单 中麻婆的好吃 惠宁 不仅获得了大众口味的认可 也让二十年前 福州的那家小小的夫妻店 寄身成为中国正餐的五十强 罗霸王 如果说刚才我说的福建品牌 你都还能接受 那么作为广西省的社交名片 螺丝粉当中的顶流 罗霸王居然也是我们福建人创立的 这到底有什么福建人做不了的呢 2015年 神剑上的中国刚刚带火了柳州的螺丝粉 面对这种吃完的筷子都得扔掉的臭玩意儿 网友们的评价两极分化 有人说 这螺丝粉啊 就像吃榴莲和臭豆腐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别人听了这个当作是个笑话 而姚汉林立刻就捕捉到了这个伤机 用六十万光速建厂 仅仅一年的时间 销售额就突破了一亿大关 在柳州本地的新玩家不断入局的时候 罗霸王这个福建人创立的品牌 已经彻底在罗斯江湖站稳了脚跟 这些福建人创立的品牌 你都尝试过吗 哪一个让你最上头评论区里分享给我 教你一句米兰话 你敢吃罗斯粉吗 你大家都喜欢吗